你好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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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白哥爆爆G-Dragon 全智隆再爆染毒 与李善君的要头同位一生 哎呦 真假 我们在这段话说什么 真正遗憾 这 寄生上流里的副爸爸李善君 遭江南高级封城女共出涉嫌吸毒 像撒网捕鱼般也得到了GD 全智隆涉毒的陈述 他已遭警方立案强制调查 合作了17年的经纪公司 六月宣布不识约 如今切割干净 GD不是我们家艺人数难回应啊 最新发展更离奇 还没报道李善君和GD的上游 是同一位一生还是免费供应啊 这些评论是否判断了 但是 法院看起来是初遍 而且 量是极限量 对 极限量 极限量出现了吗 对 极限量出现了 2011年才23岁的GD 就在日本勿锡大麻 念在他年少无知配合调查 不起诉准分 但他似乎没戒断 有时说话怪怪的 有时举止怪怪的 技术BBAN团员出包 2011年大声设死亡车祸事故 2017年TOP吸食大麻 2019年胜利连环报 贩毒性侵暴力行贿等丑闻 今年初已刑满出狱 如今GD也遭立案 人红是非都真真不假 网友站着说话不腰疼 笑BBAN简直是犯罪集团热 三里娱乐新闻 不过这个集团算是解散热 报导